第十三届音乐风云榜4月14日在深圳拉开帷幕 韩庚、Twins、中韩男团ESO、张绍涵、魏晨、尚文杰、胡夏、张玄等歌手 以去年的成绩单入为各大奖项,并纷纷亮相红地毯 此次的盛典不仅是歌手的节日,也变成了粉丝的狂欢 夺奖呼声很高的韩庚,当天白色衬衣加上西装裤帅气亮相 一举拿下包括最受欢迎男歌手在内的五项大奖 由于日前韩庚参加明星跳水节目不慎被水花拍晕 另一众粉丝泪流满面 不过当天现场韩庚的一句调侃,让关心他的粉丝们尝出了一口气 我觉得酷成晕到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你觉得很舒服,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,不会后话吗? 其实我挺害怕,其实最难的不管是事情啊,或者音乐等等等等 就是你遇见错的时候,你再去面对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压力,很多的想法在闹着里面 所以你必须要去挺过这一关,那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好 当晚作为颁奖嘉宾出席的陈汉典,依旧不忘搞笑本色 在现场自曝第一次见到偶像王力宏时,厚得非常好 表现得很淡定 最后王力宏主动向他索要合影的去世 引得现场笑声一片 你要玩之后,我完全没有提出要拍照的要求 我就很潇洒地要走,我也不会要走 汉典,等一下,我可以给你拍一张照吗? 主动向我拍照 我那时候真的太开心了 因为我的偶像主动跟我提出要拍照 然后你怎样? OK啊,还有点不愿意,心里爽的钥匙啊 优户娱乐,深圳报导